中華職棒二十八年開幕戰將在周六點燃戰火 中信兄弟碰頭富豪漢將 不但將重演去年總冠軍賽對戰組合 更成為備受矚目的金控大戰 黃山君球員磨到霍霍 誓言把去年失去的討回來 不管是對到他們 對到任何一個球隊 我都是希望能夠告訴自己 就是以全力強勝的一個心態去完成這個比賽 當然休息很久了嘛 也會很期待趕快比賽 因為我們今年的春訓時間大概 我看行程表上面是將近快六十五天嘛 所以是蠻久的一個時間 我們玩得很困難 我們玩得很棒的展示比賽 我們在外出時 我們打敗了快球球 打敗了第一次打敗 所以我覺得很棒 很棒的展示比賽 中信兄弟確定派出連續第三年 在效力的羊頭伍鐸掛帥先發 去年總冠軍賽首戰 伍鐸繳出七局優質先發拿下勝投 近期這段賽狀況也調整到位 期待延續壓制力 立抗和降打線 我認為這都很重要 位置 速度 混合球 會有不同的球員 會有不同的球員 但他們有很棒的隊伍 他們有很多球員 知道如何打敗 所以你不能直接打敗 再次打敗 你必須要混合球員 混合球員 因為他們有很多球員 大隊伍打敗 他們有很好的接觸 富邦這邊則推出去年勝投 防禦率雙冠王羅莉 這場羅莉和武多的強投對決 誰能勝出 二十五號的開幕戰 千萬別錯過了 未來體育新聞 黃瑞宏 李一涵 台中採訪報導